好 正在施工的玉里玉新桥呢 新建的桥墩几乎是全毁了 那么肝金呢是侧翻断落 水泥破裂钢筋外漏 有32根超过40尺的钢梁断裂了 幸好是没有人伤亡 那么初估是损失至少有5000万元 那么旧桥幸运是逃过了一截没有毁损 那么苏花改工程处长就表示说 预计24号会恢复通行 地震的这夜大家都睡不好 在玉里就传出不少灾情 正在施工的玉兴桥 新建的桥墩几乎全毁 钢筋侧翻断落水泥破裂钢筋外漏 承受不了强烈地震侧翻断裂 新建的桥墩几乎全毁 事实上旧的玉兴桥是整个都完整的 就是没有受影响 只是两侧的新建的玉立梁侧翻 或是倒塌断裂是这样 才刚刚上任的代理镇长 江东城也忙得焦头烂额 一早就前往了玉兴桥来勘灾 并且赶忙回报县政府 早上我们会同公路局第四公务段 一里公务段 还有施工处的相关的局处长 我们有在线刊 这个部分的话 目前是采取一个封闭的状况 才要走这个台的旧的台九线 也请所有的乡亲绕道注意安全 工程处表示这场地震有32根超过40公尺的钢梁断裂 幸好没人伤亡 但粗股损失至少有5000万元 旧桥没有回损 预计24号恢复同行 记者高双双玉丽镇采谈报道